真的喔 你們課本有學過 OK 不錯喔 你們 那我 那個時候 欸 台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你們 中國大陸如果你們在 我們課本上有聽過 我跟各位講 這個故事居然是 從國外的書上來的 傳回到中國之後 中國才知道的這個故事 很好玩 這是這樣子喔 然後呢 這個萬戶 你覺得應該是哪一個朝代的人 明朝 明朝不是有什麼千戶大人 有沒有 那種官位也有在千戶 那就類似就是他底下管轄的 有一千戶左右的人嘛 所以他的官位叫千戶大人 那可能就有一個萬戶大人 就管更多的人 那這個萬戶大人 畢竟他就是 錢賺很多嘛 有權利嘛 所以他底下的那個 隨從很多嘛 就是那個仆人很多嘛 所以他有一天就突發奇想 安錢多嘛 我想來做個試驗 我想登陸月球 我要怎麼登陸 所以當時已經在 明朝的時候 火藥就非常盛行 OK 所以他當然他也 我覺得他也蠻厲害 他至少想到 他是 他要那個什麼 他要那個什麼 要上月球的話 必須要靠火藥 OK 而且呢 他當時很好很好玩的是 他當時 原本他是要用一個 像是小山板一樣的方式上去 原本要想要用小山板的方式上去 可是這樣坐在上面也不好做嘛 所以這時候才在上面再加一個椅子 加一個椅子 它可以舒舒服坐在上頭 但是他也考慮到一個問題 今天他如果坐在上頭 我要降落月球了 總不能這樣重摔下去啊 他還想到要用 他當然不知道月球沒有大氣層 因為那個時代誰知道 但月球沒有大氣層 他知道就是說 至少要降落月球 總不能這樣重摔下去啊 但是 但是 以前呢 以前並沒有那個降落傘的觀念 知道嗎 當時沒有降落傘 所以呢 等一下 現在還要開始 沒有降落傘 所以他當時有想了一個方法 旁邊插一個旗子 至少旗子那個布很大 它可以這樣飄動 它可以減緩那個速度下來 所以他就 人就坐在這個地方 人就坐在這個地方 OK 然後可以手上抓了一個旗子 然後呢 底下就放了一大堆的火藥 當然這個火藥 它其實現在很多的畫面 是畫成長形的火藥 然後這個火藥的引線 就引到四面八方 然後幹嘛呢 我叫所有的仆人 站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說 一二三 我們就開始點火 那你各位可以想像他坐在這個情況 一大堆火蛇 然後我就 砰 然後死掉了 那為了紀念 他是第一個 為了登陸月球 而犧牲生命的人 所以呢 當時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只知道他是 官位是萬戶 所以就把他取名叫萬戶 OK 所以當時呢 這個月球表面的 其中有一位科學家 就是 那個名稱就叫萬戶 OK 但是呢 我上次有人跟我提過 但我又忘記是哪個地方 中國大陸 是不是在南昌附近 有一個發射基地 是南昌嗎 有嗎 在南昌嘛 南昌的發射基地 我有點替他擔憂 為什麼 因為他那邊就樹立一個銅像 就是萬戶 我想說 為什麼要樹立銅像是樹立萬戶 萬戶不是發射的不成功 然後爆炸了嗎 為什麼他沒有設立這個銅像 我覺得有點好玩 各位有機會去看一看 那邊有一個銅像是這個 他就是 但是他那個銅像做的是 各位可以現在可以查 你就查萬戶 跟那個南昌發射基地 我記得他就是 他的那個什麼 他是 那個什麼 後面背了一個像翅膀一樣的東西 然後坐在椅子上 像翅膀那個東西就有點類似 他今天用那個旗子 那個這樣下來 然後 底下就是 那個椅子底下放很多火藥 就這樣子的下來 OK 好 那我們先講到 地球跟月亮 好講到這個地方 那下一個 可能 接下來我們之後再來講 那個下一個是火星 好 那我們先到這個地方 休息一下 幫我關一下